在乌克兰问题上,中国始终坚持客观、公正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,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我们始终站在和平一边,站在对话一边 美国一直向乌克兰战场输送致命性武器 还四处煽风点火,散布虚假信息 中方坚决反对 美国声称尊重领土主权 却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,搞突破 违背自身政治承诺,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 美国说要和平,却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,煽动对抗 美国强调要尊重维护国际秩序 却大搞非法单边制裁,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美国说要公平竞争,却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,践踏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应当做的是反攻自行 停止混淆视听,信口开河,以己夺人 切实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做推动局势缓和,劝和促谈的事情 而不是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,说三道四,污蔑抹黑 人材通过了 保持讨论 或是出问题 或是出问题 对? 这是一个维促的安保